美国海军持续打捞间谍气球 美国情报单位评估 这是大陆全球侦查计划的一部分 主要目的就是勤搜各国军事能力的勤姿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怀将表示 过去几年包括拉丁美洲 南美洲 跟东南亚 东亚还有欧洲 都曾经发现类似的间谍气球 美国FBI派出特工分析师工程师 跟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分析气球构造 现在已经知道汽车上装有太阳能板 遥控墮跟螺旋桨等零件来操纵方向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则说 北京试图控制南海 威胁台湾 深化跟莫斯科的战略伙伴关系 确实令北约成员感到关切 只是被问到间谍气球是否如美国所说 曾经出现在欧洲 史托腾伯格没有直接回复 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 中国这个间谍气球计划 从海南岛运作多年 对日本 印度 越南 台湾 和菲律宾的军事资产进行侦查 而针对中国间谍气球事件 美国副国务卿雪曼 已经和四十个国家的驻美使馆 大约一百五十人进行简报 国务院也将所有能和盟友伙伴 分享的相关讯息 传给每个美国驻外管处 TVBS新闻黄松普 倪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订阅明镜 Jessica